受到尼達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東北風陽極貝南希河床沙時 陣陣的風沙吹進了台東市區 使得正面市區一片灰蒙蒙 台東環保局長謝盛全表示 貝南希的水覆蓋工程 及主絕風飛沙的森林公園 全被尼伯特颱風所摧毀 讓今天的風沙吹起來格外的嚴重